來到農曆九月,伴隨著初一在天平座二十四度發生的新月 不知道對各位運勢上會有什麼整體的影響呢? 不過先在這裡做一個普通的提示 10月底Halloween那一天的氣場 宇宙的池場的升級非常差 很危險和容易出意外 希望大家乖乖留在家裡,不要外出玩 尤其是巨蟹座的朋友 同時在這裡做個宣布 如果有追開我升運的朋友 追了很久的朋友都會知道 其實很久以前是曾經有些計分制 是為了鼓勵大家給多一點熱烈的反應 現在開始會重新用這個系統 就是看每一期升運大家給的一些留言、讚、分享 哪個反應是最熱烈的呢? 下期就會先出現 詳情麻煩看每一個升運的文字 下期就會教訓大家如何去計分 這個計分體反應 在今期尤其是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機會在農曆十月那期升運 我會暫停一下 但是今期最高分 即是反應最高分的三個星座 那我在農曆十月都是會破一破例 是出頭三個最高分的星座運勢的 而我自己都有一些私心 我是非常之希望巨蟹座和摩蝦座 香港人也叫山羊座 起碼這兩個星座會勝出 因為這兩個星座到農曆十月的運勢 簡直是板板聲 所以我很希望跟大家去報家音 去分享一些喜訊 究竟這兩個星座是怎樣那麼厲害呢? 這個時候就肯請大家不要在這裡生怒我 怨我 為什麼要取消農曆十月的星運呢? 因為有一些更大的甜頭在等著大家 就是塔尖暖南 繼上一輪的免費二尖之後 現在就是再預歸來強勢回歸 在這個動盪的時勢 再為大家去做一些免費的占卜算命去看前程 所以為了減省的工作量 就不得不取消一期的星運 有關這個免費二尖的詳情會陸續有來 就肯請大家密切留意 來到你們了 無論是上升還是太陽八陽座的朋友 農曆九月子生整體運勢會怎樣呢? 首先如果你們面對一些兩難局面 要動用到你們的腦筋去做一些比較大的判斷的時候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敏感的東西 就勸你們盡量不要碰著 因為畢竟今次這個新月發生在天平座你們的七公 就直接衝你們在現在自身公位的守護星火星 而且還在逆行 所以其實要做這些大決定的時候 就盡量希望你們可以一拖再拖 就好像天平座他們本身一樣 因為今期天平座本身的運勢 我都是給了一些忠谷 就是時來運動等下 跟你們八陽座是一樣 因為想得多擔心來都是沒用的 好像有時候我們不見了東西 你不找他就會自動出現很神奇的 這回事 OK 還有其實等下等下 可能這個決定都不需要你們再去做 因為面前放在那裡的一些機會 一些事實 它已經會慢慢流走了 但是你們就不需要怨我 哎呀那時候又叫我等現在蘇州過河沒有艇答 放心 沒有艇答 但是將來會有個郵輪給你答 OK 所以是 可能他們將來會用一個更容易方便的形象去示現給你們看 或者將來會有更好的機會 所以為什麼其實這個農曆九月是不需要急著做決定的 OK 不過等還等都有個限期 如果真的要去做決定是什麼時候是好的時候 就過了這個農曆九月 過了西曆的11月13日 那時候因為你們的守護星 火星已經由逆行變回順行 那時候會是一些比較好的時候 另外 接下來呢 99%你們是會跟一些人是有些衝突矛盾的 尤其是是來自職場 OK 甚至很搞笑 不單是你們的辦公室 甚至可能是那一棟上班的大廈 可能搭升降機的時候 跟其他公司的人有些衝突 或者跟那個大廈保安 是的 或者是跟你們的客戶 供應商 甚至你們的老闆 會有一些不開心的經驗 是的 就不單是說純粹是同事 或者是你們的下屬 所以見到你們八陽座 都真的幾好火 幾夠僵 你們竟然敢跟這些人去吵 尤其是如果那個對方是 我不是說性別歧視 也不是說年齡歧視 但尤其是如果他是女性 或者是比較老的話 可能他們做事會比較濕際 做事會很陌路 很咪咪摩摩 有些人在改完又改 趕完又趕 很麻煩 很沈氣 所以為何你們會 跟他們有些不開心的相處經驗 但最後 你會擔心 我會不會被人解僱 會不會得罪人 被人干職 看起來又不會 因為你們是有貴人去罩住的 而且這個貴人 尤其是因為你們以前是 結過一些善緣 你是幫過他 而今天他又去報恩 去幫你 這個貴人真的很搞笑 因為你越以為是誰罩住你的人 其實就越不是他 反而一些你真的越不起眼的人 原來他才是你的貴人 所以不需要猜誰是貴人 因為你真的猜不到 好了 最後 一些跟政府 官非 一些罰款有關的事情 都會比較麻煩一點 如果想順利大捕纜過 我可以建議各位去Youtube打 塔尖亂藍 然後打準題 即是這六個字 塔尖亂藍準題 可以找到一些法門 宗教的法門 去幫你們渡過少少的難關 誰准誰題 准是準確的准 提起 提是 提起那個題 即是剔手邊做那個是字 是的